二刷一遍星高 感觉美菲拉斯和扎拉布这两个角色 真的越来越喜欢 如果星高能有Black Sun那样的待遇 能十集每集四十分钟的话 那就太好了 不知道美菲拉斯和扎拉布 你选哪个呢 菜番B 魂限定 SHF 18年的时候的了 老东西 盒子和初代的那一款是同一样的格式 皮套图 玩具图 完蛋日常的欺诈 超可动造型没 超可动去死了 直至的说明书 介绍了一个备用天线 还有一个偷耳烧 还有记住这个可拔出握把 一会有烤的 比起说是配件多了 不如说是这个稀素包装小了 看了一下胯的颜色不对劲 我就去对比一下别人的玩具 我这应该是厂货 因为它没有运输盒 而且颜色对不上 那算了 任命吧 推荐一个一个来 首先是一个当年看特别酷 现在看特别傻的翻译机 虽然说这个造型我也蛮喜欢 我也觉得挺酷的 因为是厂货 所以这里粘死了 根本拔我下来 天线可以朝常拔出 专门备用的天线 有两对两种状态的耳朵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张开的 带有红色的 这个是闭合的 安装也是分左右的 它两边是不一样的 简单的插拔 但因为它这个是收进去的 我们拔不出来 所以就要用这个操耳勺 头部拔出之后 拿这个往里面一顶 取下来了 我们就换这个比较熟悉的张开耳朵吧 还有剩下的两对手型 你们自己看吧 手指并拢的 还有张开的 还有这是厂货的具体表现 它不是握全手 是一个有孔的握翻译机的手 意思就是说我这一盒有三个握持手 两对一模一样 确实的这些涂装显得整体就很实 不过好在这些关节还是蛮不错的 动作还蛮舒服 不松不紧的 拿来把玩挺不错 原本涂装应该是一种渐变的感觉 但没有了就怪怪的 算了不说伤心话 就看一下这东西了 这个菱形放射状眼睛和赛纹是同款的 挺有辨识度 还有这个菊花嘴 但是这个菊花嘴真的很出戏 做的就很奇怪 蓝野秀明版的就不错 那个设计就是一体化的 加拉布最标志性的头部 是连接的身体没有脖子的状态 这独特的外观对于这个手肯定是有干扰的 所以就有了拉伸关节 然后背面有很明显的拉链 这个大腿的表现应该不是平转关节 这阿拉布的皮肤就给我一种 外星星球真的环境很恶劣 从而进化出了和我们皮肤不一样的外表 加上像岩石一样就有一种可以抵御着外界攻击的感觉 一上军为个人感受 算了 既然是长货我也蛮失望的 就直接进入可动了 首先就是刚刚说过的拉伸关节 还有这个球形关节特别突出的手掌这里 很影响外观 还有这个去肘真的很烂 只有90度 脚掌也不能左右只能前后 这里平转关节还是有的 只是没有大腿平转而已 暴力安装一下 强行插入 插好了 有这么个效果的 这支扎拉布虽然是厂货 但我感觉到当时18年的万代还是很有良心的 翻译机怕你里面线断了 还给你附出一个备用的 怕你取不下来那个耳朵 还给你附出了一个专门的零件 皮特上的颜色也不拉下 希望它再搬吧 我这个厂货也不丢出去后患别人了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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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